今天殖民党总成选举终于尘埃落地 那么前这个殖民党政调会长岸田文雄 以257票胜出 那么对于这个结果 其实是在意料之中 但是有点小意外 介绍一下岸田这个人 他1957年生 是早稻田大学法学部毕业 已经当过9次众议院议员 他的履历是非常丰富的 他既当过外相 也当过防御大臣 还当过内阁特命担当大臣 那么又在殖民党内 当过这个政调会长 那么说他是医疗之外 医疗之外在哪里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河野 号称人气王 人气是第一的 民意基础也是最高的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 这一次的选举 就是殖民党的派伐大佬 与民意的一种什么对决 那么结果就显然是派伐胜出 那么下面的问题就是说 现在岸田已经 这个作为殖民党总裁了 在10月4号 他将这个成为这个日本的首相 那么对他来讲 他面临的问题是有哪些的 特别是内政问题 第一个当然就是 如何应对新冠这个问题 现在尽管日本每天干涨的人数 已经大幅下降 但是还是有几千人 那么他的这个 第二针的施打率 大概60%左右 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 关于经济的恢复问题 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说 进一步完善 日本现有的医疗设施和看护制度 第四个问题就是 少子老龄化这个问题 然后最后问题是财政重建这个问题 所以岸田对于这一系列的问题 他提出了一个口号叫 令和收入倍增计划 实际上他看到就是 日本这些年的经济发展 尽管从数字上 有一定的这个增长 但是很多老百姓感觉到 自己的收入没有提高 日本叫五感复苏 尤其是中间收入阶层 感觉到收入越来越少 所以他现在提出这个意思 实际上就是要了老百姓感觉到 有一种收获感 有一种获得感 这个任务还是蛮重的 对于外交问题的话 我认为他基本上 我会延续菅义委现有的 这么一个对外政策 简单来讲就是 强化这个日美同盟 此外呢 在这个自由开放的印太框架内 强化他的多边小圈子 这么一种联盟 继续采取对华 遏制打压的态势 但是在正常的经贸往来 还有区域一体化 以及气候方面 还是要合作的 那么因此 发展一个相对稳定的中日关系 对岸田来讲也是很重要的 那么所以呢 他也提出来 应该有定期的中日首脑会谈 那么换句话说 简单来说 他的一个对华的外交的版本 将会呈现日本版的 叫合作的归合作 竞争的归竞争 对抗的归对抗 对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